港股上周显著下跌,恒指更跌穿8月低位,在上周五最低见24425点。在创年内新低,当日收报24921点。相对前周下跌了1285点。跌幅达4.9%,结束了连续三周的升势,国指上周五最低见到8727点。 收报8940点。按周下跌4.8%,科指在上周四最低见到6161点。周五收报6452点。按周下跌4.4%,A股上周亦有所回落。 上证中指按周下跌2.4%,互深300和深证城指周跌幅分别为3.2%和2.8%. 上周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均创年内新低。投资方面。1-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.9%。 增速比1-7月份放慢1.4个百分点。消费方面。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.5%。 增速比7月份下降6个百分点。工业方面。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.3%。 增速比7月份放慢1.1个百分点。市场人士预计。在政策的多维度支持下。8月或为全年经济低点。年底前经济表现将逐月回升。 美股方面。上周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参差。其中。8月份零售销售环比上升0.7%。 软性市场预期的百分之0.8跌幅。另一方面。9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情绪指数初值由8月的70.3者过近10年低位回升至71。 但差于市场预期的72。投资者关注联储局议息会议将宣布缩减买债规模。 为美股带来沽受压力。道指按周下跌百分之0.1。并且连跌三周。 是至2020年9月以来的最长跌势。标准普以500指数连跌两周。周跌幅为百分之0.6。 纳指侧按周下跌百分之0.5。 说回港股。行指于9月8日完成短期反弹。 由当日高位26560点下跌至上周五低位24425点。 历时八个交易日。下跌了2135点。 近此上一个跌浪由8月11日高位26822点下跌至8月20日低位24582点。 亦是历时八个交易日。一共下跌了2240点。 这次足底反弹。 若反弹跌浪的一半。 大概可回升至25500点。 我暇撿了犹 technologies。 我们凝